第二章 不要重負輕貧 這個窮人穿著康裝衣服也進去 你們就重看那川華美衣服的人說 請坐在這好位上 又對那窮人說 你站在那裡 或坐在我腳椅下面 這豈不是你們偏心待人 用惡意斷定人魔 我親愛的弟兄們 請聽 上帝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貧窮人 叫他們在信上付足 並承受他所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國魔 你們反倒羞辱貧窮人 那附足人豈不是欺壓你們 拉你們到公堂去嗎 他們不是洩毒你們所敬奉的尊名嗎 經上記著說 要愛人如己 當遵守全律法 你們若全手借自尊的律法才是好的 但你們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 被律法定為犯法的 因為犯遵遵守全律法的 只在一條上跌倒 他就是犯了眾條 原來那說不可奸淫的 也說不可殺人 你就是不可奸淫卻殺人 刑事成了犯律法的 你們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審判 就該照這律法說話行事 因為那不憐憫人的 也要受無憐憫的審判 憐憫原是向審判誇盛 信無善行乃是死的 我的弟兄們若有人說 自己有信心卻沒有行為 有什麼益處呢 借信心能夠貪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 赤身露體又缺了日用的飲食 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 平平安安的去罷 願你們穿得暖吃得飽 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 借有什麼益處呢 借讓信心若沒有行為 就是死的 必有人說 你有信心 我有行為 你將你沒有行為的信心 只給我看 我便藉著我的行為 將我的信心 只給你看 你信上帝只有一為 你信的不錯 鬼魔也信 卻是賤經 虛浮的人 你願意知道 沒有行為的信心 是死的嗎 阿伯拉罕清義是因行為 不是丹恩信 我們的祖宗阿伯拉罕 把他兒子以撒 獻在壇上 豈不是因行為 稱義嗎 可見 可見信心是與他的行為並行 而且信心因著行為才得成全 借就應驗經上所說 阿伯拉罕信上帝 借就算為他的義 他又得稱為上帝的朋友 借讓看來 人稱義是因著行為 不是丹恩著信 妓女拉罕 接待事者 又放他們從別的路上出去 不亦是一樣 因行為稱義嗎 身體沒有靈魂 是死的 信心沒有行為 也是死的 無憑